有怨恨的 它来说法 我才不要听呢 那也错了 那你连法也怨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虽然是你的冤家对头 但是它登台说法 法没说错啊 这个意思就是教给我们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尊重法 来学习法 同时也要尊重说法之人 不要看他的过失 不要想他的给我过不去的这些冤队 不去想这 也不可以去诚恨嫉妒 都不可以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 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个如来真实与圆满的大法 好 请翻过金本 米勒 云和名为四中辩才 一切祝福之所皆知 前面这个四中辩才是佛所赞叹的 一切祝福之所赞叹 我们要注意这一句经文 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 一切祝福是讲的 舍方善事 从这一句就知道 这一段的教诲 我们不能不尊重 不能不认真学习 因为三世祝福 都是这样教导第四文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世观 米勒 米勒 云和名为四中辩才 一切祝福之所皆知 前面这个四中辩才是佛所赞叹的 一切祝福之所赞叹 我们要注意这一句经文 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 一切祝福是讲的 舍方善事 从这一句就知道 这一段的教诲 我们不能不尊重 不能不认真学习 因为三世祝福 因为三世祝福都是这样教导 这一切祝福的 这一段要说 佛所禁止的四中辩才 也是变才无碍 这一切祝福之所赞叹的四中辩议 这一切祝福之所赞叹的一切 这一切祝福之所赞叹的四中辩议 怎么能够蛊惑一切大众 何宽现前大众里面 有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的 甚至于很多拿到波士说辞学位的 都跟着他们走 他要没有变才 他怎么能做得到 所以他也有变才 可是我们细心一观察 他到底是佛菩萨 还是非佛菩萨 这一段教导我们这个方法了 我们以这个方法 以这个原则就能够鉴别 能够鉴定 它是真的佛法 是假的佛法 我们看这个四句跟前面恰恰相反 作为非利益相依 不与利益相依 这是第一 他变才是无碍 说的是天花乱坠 但是他所讲的决定不始于利益相依 非利益相依 他是非利益相依 不是跟利益相依 他叫你连勤的利益 他叫你连勤的利益 交给你 因为你很喜欢升官发财 他叫给你这些 来生的利益他不负责了 他没有了 那么交给你这些升官发财的那些修行的方法 灵不灵呢 你要细心去试验试验 他那个发财的修法 一个人修 这个人发财了 两个人修 两个人发财了 一百个人修 一百个人发财了 全世界的人修 全世界都发财了 我也会跟他去啊 那是真的嘛 如果一百个人修 只有一个人发财了 九十九个没发财啊 我不相信 那是假的 那一个人发财 他命令该发财的嘛 因为他修这个不相干嘛 如果修的真有关系的话 那应该就一个人修一个人发财 十个人修十个人发财吧 所以头脑稍微冷静观察一下 就不会上当了 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 佛法里面 真的是无比之殊胜啊 佛门当中常说啊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这个话不是假的 那么佛门里面能不能求发财呢 能 是不是求佛菩萨 佛菩萨就帮助我发财呢 那这摇摇头不能 那佛做不到 那佛门当中求发财是怎么个求法呢 佛有发财的理论 有发财的方法 他把这些道理啊 方法教给你 你认真去做 你才会得到果报啊 佛知道教你怎么样修阴呢 然后怎么样得果报 所以佛法不骗人啊 而佛法所求的 决定是命里头没有的 命里有的 那你也是修的修的 那个不算了 命里头没有的 那我想许多同修啊 念过辽凡思讯 辽凡思讯遇到云古禅寺 云古禅寺教他那些 他以后得到的 是他命里所没有的 那他命里头没有儿子 以后得两个儿子求来的 那命里面受命只有五十几岁 他活到七十多岁 这命里没有的 命里没有的得到的 那是真正的求的 他懂方法 懂理论嘛 不识盲目啊 在佛菩萨面前磕头许愿 供一点什么贡品 贿赂贿赂解八截 佛菩萨就保佑他了 哪有这个道理啊 这不但的 你